美国总统拜登周四在白宫接见乌克兰总统 德伦斯基同天美国国务院加码军援三点二五亿美元 约台币一百亿元 抵达白宫前 泽伦斯基先到国会大厦争取支持 共和党参院领袖麦康诺和民主党参院领袖舒默和他并肩而走 泽伦斯基再三表达感谢 只是中约议长麦卡锡依然态度保留 只留下这张闭门会的合影 因为共和党内对大举军援出现杂音 麦卡锡不会言也该把钱用在美墨边境的危机上 事实上美国民众对于原污态度有所松动 CNN民调显示只有45%的民众赞成国会继续批准军援 另外这次德伦斯基远道而来 最后却没有拿到射程超过300公里的陆军战术飞弹系统 幸好乌克兰和波兰间的误会暂时化解 对于先前波兰总理因为鼓舞争端 说出停止武装乌克兰的说法 波兰总统代为澄清是误会一场 强道指的是不会把目前采购的新武器转让 两国间还是会履行军备援助承诺 这新闻综合不得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